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我兒子如果去他買送去哪裡 我們沒家帶到幸福 說他要放生我也怕死 對不對 不一定是傷害自己 而是他會傷害別人 對 來請教一下葉醫師 你覺得他怎麼樣 對 我覺得這個鍾先生 這個個案應該是說 我們有幾個跡象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他這個所謂的病前人格 其實有個特質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看到這群 有精神狀況的人 他從小的狀況 很多人他是怎麼樣 做事情很執著 固執 而且很特別是 他有一群人是記憶力特別好 他追求事情是講求完美卓越 所以很有可能 他在還沒有發病之前 他可以把事業做或是學業做到最好 可是他有個特質 他的社交 他的人際其實不太好 所以他常常做什麼事情 都是一個人 然後一直鑽牛角尖 所以這個狀況是有可能 就是看起來就中間 他這個追求卓越同時 又去出國的IQ 哇 這個高得不得了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說他的病前的一個症狀是普遍他睡不著 會有焦慮 其實這種焦慮 睡眠正是他這種發病前的這種前兆 那很有趣事上我們知道說這個前兆 往往大家都是沒有辦法及時的去就醫 那都是會去找一個譬如說民俗療法 甚至說等等等等去處理 那我們開個玩笑說 譬如說像我們知道我們會常常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會自我療癒 舉例來說我們有些人 我會選職業說選精神科 選心理學家 對 其實某種程度他其實想瞭解自己 他自己遇到一些狀況想要去做 所以他其實做這個主題說 我要去做這個譬如說精神問題的 或是卡到陰的問題 陰陽眼的問題 其實某種程度他在那個moment 已經是有狀況 我們認為他那個時候已經是在探索自己的問題 所以他的論文才會朝這個方向去 那我們知道這個精神科的這個診斷裡面 我要是教授我也希望他研究 想看看到底有沒有陰陽眼有沒有關落陰 那精神科的這個診斷裡面 他精神症狀有兩個大定義 一個是叫做狹義 我們必然知道說妄想或幻聽 會聽到的聲音 或是看到什麼東西 另外一個廣義的定義是什麼呢 是說跟現實脫離 那看起來他已經到了跟現實脫離的程度 他可以一個人走這麼長時間 這二十幾個小時 一天 對 他幾乎對外界的事物 不能夠去理會 他就是往前一直走就對了 那這種的狀況已經 其實我們到了已經到了精神疾病的一個 所以你認為他是得的是精神疾病 是的 是的 那是什麼樣的精神疾病 對 那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在早期的時候 他的狀況不明顯的時候 他會以一種廣泛型的焦慮 憂鬱 甚至睡眠失常來看 然後到開始的時候 他就開始會做一些很執著的事情 一定要 一定要這樣做 一定要這樣做 那甚至開到最後才有這個幻聽出現 所以你很不認同謝老師跟廖老師的看法 我們是做的是 因為有組織人嘛 負責挑撥 科學當然是有很多沒有辦法解釋 但是我們都是想要幫忙這群病人嘛 對 那如果有機會 我們有更多的證據 可以提供這群病人來早點知道他的問題 早點得到救這個治療 其實對他們是比較好的 你關過落陰嗎 沒有 沒有 對 進去一下 進去一下 看看 是 是 對 所以跟他說 我是精神科醫師 其實鄭大哥他二十一個小時 沒有辦法睡覺 一直走路 其實這個 在我的宗教裡面 他是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釋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他 一魂一魄沒有回來 所以其實我們關落陰如果像Eason 如果也去關過 那其實關落陰他會經過四十幾關 如果說我們按照程序去走 其實他非常的累 那地府是非常無限的大 那他為什麼會一直走一直走 因為他停留在地府 他一直在裡面猶大 而且我們一魂一魄下去 肉體不會覺得累 就好像有人打坐十二年 不吃東西他不會死 像我們做夢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一條絕魂出去 或夢到到不同的空間 看到很多東西 可是耳朵是聽得到的 廖老師我請教你 關落陰 還有什麼關雲塵跟關落陰 有跟不一樣嗎 關落陰跟關落陰不太一樣 關落陰是 比如說有人心傷的時候 以前我們在小時候 不是很多傷事 那會看到那個 有那個好像婦人在跳一種舞 然後會唸一種 唸一個經文 然後用唱的 然後會練那手 或是那個扇子有沒有 然後就轉來轉去 看昂儀其實是 而且穿紅色的 他是幫助這一個亡魂 因為亡魂要到地府 會經過四十幾關 有時候他有冤親債主來打 他們都要調那個 比如說土地宮 觀音菩薩 很多神佛來幫助他們 那這個昂儀就是 是扮演那個角色 來幫助這一個夢魂 因為他剛到這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空間 他不知道路怎麼走 他就昂儀就會 牽他下去地府 那元城是關落陰 其中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在地府 都有一個元城宮 元城宮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就是進去你有客廳 然後你會看到神佛 神桌 也會有一本生死簿 那我在這裡要很忽異 你去過嗎 我每天在幫人家關原城 我的觀音店就是在關原城 幫客人關原城的地方 這麼容易進去 不是 是我幫他們關 對 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們有做過 觀落陰這個儀式 有舉辦 但是其實一般要觀落陰 不是這麼簡單 比如說有四十個人 可能來參加 可能三四個下 可以下去 百分之八十的人下不去 那個都要有這個姻緣 有的人比如說他可能 這個那時候的運勢很強 或是他跟宗教很 距離很遠 其實他為了這個目的 來關落陰 平常沒有在燒香念佛 還是拜拜 跟宗教很遠的 他也不容易進去 對 或是他現在氣勢當旺 比如說他現在就要升官發財 或是他現在是 剛才帶母親生後的 也不容易下去 對 那個都有姻緣 那關原城或關落陰 需要多久的時間 像我這個待官是很快 因為菩薩就是給我 這一個特殊的一個 十分鐘會進去嗎 不用 我進去就是客人 一進來我就開始跟他講話 開始幫他帶官了 我會幫他去關他的原城 關原城的目的是什麼 很多都是要看他未來 或是他的 比如說孩子為什麼都不結婚 那或是生病為什麼都不好 看了很多名醫 吃了藥也不好 那就是有很多就是會覺得是 是不是家裡祖先有問題或什麼的 那原城宮裡面 其實可以看非常多 比如說我昨天看一個 然後他是為了婚姻不順利來的 那他就說覺得他未來 迷迷茫茫的 他很不想活 那我就跟他說 我就用我的方法 因為我一看我就知道 他跟玄天上帝很有緣 他理事都有在修行 那他不是一般的人 因為我很少跟人家說你戴天命 那他很久以前 就很多人跟他這樣講 那如果我在 他去很多地方說的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用引導的方式 我就說你在哪裡出生 他就說他住彰化住哪裡 家當哪裡的 我就說你回想一下 那一間廟有沒有拜玄天上帝 他小時候他都想不起來 我說這一尊神跟你爸爸 也很有淵源 我就講玄天上帝給他聽 我說他是那個台堤 台堤的周叔雅 他就尖叫 他說我爸爸就是台堤 我想到的就是玄天上帝 他小時候都帶我去拜他 我們就會在他的神桌 神桌上面看到 你跟哪幾尊神很有緣 他就在那裡 就原神功他可以看很多東西 所以如果Eason想要知道說 他為什麼還沒有結婚 想要知道他未來的伴侶 也是可以關嗎 可以 可以關 關到自己 未來的伴侶是誰嗎 不一定喔 就是未來的伴侶 你會就是知道 他大概幾歲會結婚 可是現在的姻緣工都很錯亂 桃花都很多 因為以前 桃花太多了 對 因為比如說 鄭大哥我現在關根 二十幾年前幫人家關的原神 就以前都比較簡單 比較單純一點 因為人會隨著觀念時代改變 原神功他會變化